各位大家好 又來到爸爸媽媽搞錯了 今集搞錯些什麼呢? 可能今集會比較沉重一點 題目叫做 我以為女兒很乖 或者說我以為兒子很乖 我想你聽到以為兩個字 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 都以為我女兒很乖 我兒子很乖 不會學壞 或者未學壞 我很想嚇一嚇 讀女校的爸爸媽媽 因為這也是我近一兩年 我接觸很多個案 很多時候都是女校爸爸媽媽 來找我求助 她說第一句都說 我女兒我以為她很乖 但為何一夜之間可以全變 是否真的會一夜之間全變 還是變之前你不知道呢? 我昨天才跟一個警局的Madam聊天 她跟很多青少年的個案 就是談濫藥或者婚前性行為 原來一個 Form 2的女孩 在名校女校讀 原來她已經濫藥了兩年 她爸爸媽媽不知道 另外有很多年青人 原來她一直學壞了 但是裝得好遲 其實我經常都會想 為何一個女兒濫藥兩年 你真的不知道呢? 你看不到她的精神有改變嗎? 你看不到她的身體有改變嗎? 不過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新聞 有時候我們覺得更誇張就是 有些女孩子是直接懷孕 生了個BB出來 她家人才知道原來她懷孕 我想幻想不到 即是那人腹大便便 肚子大了很多 真的穿著鬆身衣 就看不出 我覺得應該不是的 那情況出了在什麼地方呢? 究竟我們關心她 是不是關心得不夠 所以導致以為 她真的一夜之間變壞呢? 她壞有沒有先兆的呢?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女孩子聊天 我說 為何經常騙媽媽呀? 你的子女有沒有騙過你? 你有沒有發現了 子女為何這樣都要騙我呢? 你明明是這樣 你告訴媽媽媽 一定可以的 譬如她要出街 你給不給呢? 那些父母經常都說 為何要說謊 騙我呢? 你說真話 我一定會給你的 話說有一次 我跟某名的DJ做節目 做親子節目 有個家長就打電話來 我想都感覺到她的皺眉 她就說 呃呂Sir 我也不明白 為何我女兒經常都要說謊 騙我 明明不是去那裡 又說去那裡 我這樣 其實為何呢? 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就是 原來那些人為何要說謊 因為說不到真話 聽得好像很廢 然後我就問過家長 我說 如果這樣 你女兒就說要去唱卡拉OK 你給不給? 然後她很大反應 我說 當然不行 然後我說 現在很平常 那些年輕人 經常都去唱K 她說不行 去唱K 好像去開房 那樣 哇 我說 阿末太太 雖然我未開過房 但我應該知道 開房不像去卡拉OK 那她說 不是喔 關門 很害怕 裡面做甚麼都不知道 我說當然不是啦 阿末太太 他說卡拉OK 有個窗 然後有個窗 人看進來 還要隔幾分鐘 可能有人開門進來 要不要加點東西 要不要什麼 要不要生果 那我接著就問過家長 我說 如果你女兒說去自修室 你給不給 那我就給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為何她要說謊 因為反正 說完 你也一定不行 就算我說 全部女生去 我想你都不給 那她就被迫著 不如要說謊 那所以 我很希望 各位家長 其實親子關係要好 或者說她不需要說謊 可能你尊重一下她 聽她說 你亂想一下 如果你問她 她都不給 她不會問 她不如說謊 就算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你們的親子關係要升級 這部呢 可能尊重信任都挺重要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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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l 感谢观看